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辣椒炒牛肉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只要你记住两点 那就能轻松搞定 首先把辣椒拍一下 然后切成多少备用 记住啊 切牛肉一定要顶丝切 这样炒出来啊 才不会发柴 切好的牛肉 加生抽 盐 胡椒粉 葱姜水 和少许小苏打 这个小苏打啊 你可别忘记了 因为它将出的牛肉啊 会特别的滑嫩 给它焯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我每天都分享 要讲的美食 麻烦你过点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然后加一个蛋清 和一勺生粉 再次炸拌均匀 最后封上一勺油 这样下锅的时候 更容易划散 锅加少许油 倒入辣椒 先翻炒两下 再加一勺盐 入个底味 继续将它炒至断生 然后重出备用 热锅凉油 倒入牛肉 快速将它划散 加葱 姜 蒜 小米辣 继续煸炒 把它的香味 给炒出来 调味只需要倒入一小包 这个加上菜小炒酱 这个酱 是大厨跟逆比例调制好的 它可以炒很多种加上小炒菜 不管是炒肉丝 炒猪肝 还是炒豆芽 都非常的好吃入味 一袋子里面是两小包 一小包 就可以炒一份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将它快速地翻炒两分钟 炒至上色 再倒入辣椒 最后大幅翻炒均 就可以出锅 牛肉酱做 香辣滑嫩 好吃又下饭 是不是很简单 你赶紧出唐 做起来吧